大家好,我是美油小的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麻辣条的做法 自己在家做的麻辣条干净卫生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让人吃的更放心 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锅里不用倒油 放一小把的花生米进去 开小火把花生米给炒熟 炒熟后盛入碗里 再把炒熟的花生米倒进蒜汁里面捣碎 捣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碗 碗里加入几勺辣椒面 一半用粗辣椒面 一半用细辣椒面 加入一勺刚才捣碎的花生碎 加入一勺十三香 一勺花椒粉 一勺紫然粉 再加入盐调味 再加入小勺白糖 一勺鸡精 最后再加入一勺白芝麻 搅拌均匀备用 再切点需要的配菜 切点洋葱丝 再切点葱段 再切点葱段 锅里倒入稍微多一些的油 油温热的时候 加入几片香叶和几个八角 再加入切好的洋葱和葱段进去 用小火炸出里面的香味 一直把这些配料炸到颜色干黄 里面的香味完全炸出来后 再控油捞出来 然后再把油温升高 把热好的油泼进辣椒面碗里搅拌均匀 最后加少量的陈醋搅拌均匀 下来往盆里放入一把干的牛筋面 这个牛筋面呢在网上可以买到 然后往盆里加入开水浸泡半分钟 牛筋面泡好后捞入盆里 再把刚才做的辣椒油直接倒在上面搅拌均匀 好了 咱们这个麻辣调 做出来麻辣过瘾 又香又辣又好吃 搅匀后放旁边等半个小时 会更加的入味好吃 做法非常的简单 喜欢吃辣条的朋友 可以在家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添加关注 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